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大家等了很久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今天也就是11月17日 白宫宣布对2000亿美元的进口中国产品征收10%的关税 而公布了这个清单 也就是兑现了川普总统在上个星期7月6日发出的警告 在一个星期前的7月6日 美国白宫就发表了对500亿中国商品征税的时候 川普曾经明确的表示说 如果这次美国的加税遭到中国的报复 美国将再次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额外加征关税 如果再遭到中国的报复的话 美国将再次对3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额外加征关税 那么因为北京对上一次美国的500亿美元的商品的加税 他进行了报复 所以这次川普等于是兑现他的承诺 就再次打出了2000亿美元对中国商品的加税 这次美国加税的覆盖面比较大 加税清单列出了6000多项产品的类别 有海鲜 蔬菜 棉纱 羊毛等等 就是普通的民生的消费品 他也被列入清单了 可以说这一次美国的反应速度之快 态度之坚决 完全出乎北京的意料之外 所以北京商务部发言人在这个声明中说 声称对这次美国的行动叫做感到震惊 北京说出这样的话 就是让人家感到已经是一个被打晕的感觉了 所以他说话已经有点语无伦次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汉语里面感到震惊这样的一个描述 他是对于一件突发的事件 就是你毫无思想准备的时候 所以你才感到很震惊 如果对于一个有思想准备 他将有发生的事情 你就不能说感到震惊了 如果说这次美国没有发出任何预告或者预警 突然甩出了2000亿美元的大罚单 那么北京可以说感到震惊 但是事实上早在一个星期前 美国川普总统就已经发出了一个内容非常明确的警告 就是说如果中国进行报复的话 美国将会再次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额外增加关税 就是美国将会对中国来一个再报复 可以说这次美国他只是兑现了川普提出的 那个2000亿美元的那个大罚单 他并没有追加任何新的内容 所以北京对这件事并不应该感到意外 更不应该感到震惊了 应该说他们是找有思想准备的了 总而言之 这一次美国不是突然袭击 不是不宣而战 那种什么叫偷袭珍珠港的事件 所以北京没有理由感到震惊 在这么一个情况下 北京这次用感到震惊这个词来形容他们接到美国 这个大罚单时候的心情啊 就是让人感到是言不达喻 语无伦次的感觉 最近这些年来北京官媒啊吹牛的力度是越来越大 仿佛就回到了1958年大跃进五彩十万斤的那个放卫星的火红年代 或许啊北京他自己叫做吹牛吹惯了 他不知不觉啊 以为别人说话也都是在吹牛 那么对一次 这次是川普说他要追加2000亿美元这个大罚单啊 北京总认为川普啊是在吹牛嘛 吓唬人嘛 他没有把川普这个警告真的当成一回事 所以当川普这个2000亿大罚单终于来的时候 北京就傻眼了 他说话都有点那个语无伦次了 当然了北京感到震惊啊也有一定的道理 因为中南海的智囊团估计是没有一个人 他可以预判说是川普啊 真的会兑现这个2000亿的大罚单 他们都认为川普啊跟人民日报一样 都是那个吹大牛的那个主了 那么面对这一次川普兑现了这个2000亿的大罚单呢 北京这次他不敢放音话了 他说话的这个语调就等于是降低了好几个音阶 我们这里对比一下北京商务部 6月18日和7月11日发出的两个声明 北京商务部在6月18日的声明中啊 态度还是很强硬 他这样说 美方在推出500亿美元征税清单之后 又变本加厉 威胁将制定2000亿美元征税清单 如果美方失去理性出台清单 中方将不得不采用数量型和质量型相结合的综合措施 做出强有力反制 也就是说啊 在6月18日商务部的这个声明当中啊 他很强硬的态度 他做了一个明确的表态 他就说如果美国制定这个2000亿美元的征税清单 北京啊将为采取数量型加质量型相结合的 所谓综合措施来做出一个强有力的反制 那么北京说的这个数量型和质量型相结合的强有力反制呢 一时间啊就在网上成为热议的话题 因为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商品 他不过就是个1300亿美元左右 如果你要从数量上来反制美国的话 你最多只能征1300亿美元的税嘛 所以美国打出了这个2000亿美元之后啊 就是中国在数量上啊 已经不可能再反制美国了 不可能再跟了 所以他只能说叫做数量型加质量型的一个反制的措施 北京放出这个话之后 大家都在想这个所谓数量型加质量型的这个强有力反制措施 到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秘密武器呢 那么今天呢 美国啊就兑现了他们的承诺 就是真的拿出来这个2000亿美元的大罚单了 现在轮到该北京兑现承诺 就是兑现他们说的那个将对美国这个2000亿美元的大罚单 来做一个强有力的反制 就是兑现那个数量型加质量型的强有力反制措施 可是今天啊 北京商务部的发表的声明中啊 却完全不提什么啊 数量型加质量型的反制措施了 今天商务部的声明这样说 美方以加速升级的方式公布增税清单 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我们对此表示严正抗议 美方的行为正在伤害中国 伤害全世界 也正在伤害其自身 这种失去理性的行为是不得人心的 中方对美方的行为感到震惊 为了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和人民根本利益 中国政府将一如既往 不得不做出必要反制 与此同时 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 共同维护自由贸易规则 共同反对贸易霸凌主义 与此同时 我们将立即救美方的单边主义行为 向世界贸易组织追加起诉 今天北京商务部的这个声明啊 他只是说不得不做出必要反制 那么和当初说的那个数量型加质量型的强有力反制措施啊 可以说完全不是一回事了嘛 显然呢 北京这个说话的调子就低了好几个音阶 他不敢再提那个什么数量型加质量型的那个叫做强有力的反制措施了 因为这次北京啊 终于认识到川普他说话是要当真的 如果你北京增考一个所谓数量型加质量型的这个叫做强有力的反制措施 那么川普啊就会发起叫做第三轮的报复措施 就是再对3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深关税 面对这个叫做说话算话的川普啊 北京啊他也就不该再提什么叫做强有力的反制了 不敢再提什么数量型加质量型了 还有呢 就是今天北京商务部的声明啊 他把美国的征税清单说成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这又是一个叫做语无伦次的说法 因为这一次的这个大罚单啊 不是说美国对中国提出的谈判条件 并不存在中国接受不接受的问题 因为这次美国动用的是他们的国内法 对进入美国的中国商品进行征税 中国商品要不然你就不要进入美国 一旦进入美国就要被征税 这个和你中国政府接受不接受是毫无关系的 中国可以做到的呢 他只是叫做一个反制的措施 就是对进入中国的这个美国商品 同样进行加税 这就是所谓的贸易战了 战争这个一旦打起来的话 那敌军打过来的时候啊 你完全不存在所谓你接受不接受的问题 你就照样是打过来的嘛 除非你接受投降 因此呢 北京说美国的这个资税清单完全不可接受啊 他就是一个叫做语无伦次的说法 当初中美贸易战这个刚开始谈判的时候啊 川普就提出了降低1000亿美元这个贸易逆差 这个条件呢 北京表示上完全不可接受 那个时候呢 北京还认为啊 只要他们不接受美国的条件就没事了 还放出什么奉陪到底的狠话 对于美国来说 既然你中国不接受他们提的条件 那也就是说不能用这个谈判解决问题了吗 那只有靠叫做实力来解决问题 所以这次美国就打出了这个惩罚性的关税 就是已经不和中国在商量了 你接受好 不接受也好 双方我们就拼实力吧 北京总以为自己的这个独裁体制 他是有优势啊 因为他用不着担心老百姓是不是受到损失 而美国是一个民主体制 他就要担心啊 这个老百姓是不是受到损失 所以呢 就是这个民主体制 你打不过独裁体制 所谓这个民主体制 打不过独裁体制 其实完全是一种叫做误解和错解 现实啊 他并不是这样 我们从历史上来看 第二次世界大战 就是这个民主体制 打败了这个独裁体制 之后的苏联解体 他又是民主体制 再一次打败了独裁体制 我们反过来说 是哪一次独裁体制 打败了民主体制呢 至少是二战以后 从来没有发生过 这个独裁体制 打败民主体制的事情 或许有人会说啊 1949年中国共产党打败国民党 那就是一个独裁打败了民主 但这个说法也是不正确的 因为1949年之前的国民党 他也是一个独裁体制 他绝不是一个民主体制的 所以这件事啊 你不能作为叫做独裁战胜民主的例子 从现在世界的发展趋势来看 也就是民主体制越来越强 独裁体制越来越弱 北京如果想用独裁体制来战胜 美国的民主体制 那只能是一个叫做梦中的幻想吧 当然了 这次美国他要跟中国拼一个贸易战 他并不是说美国不会付出代价 1980年当时美国总统 为了跟苏联搞一个星球大战 搞军备竞赛 美国他也是付出了相当的代价 当时美国老百姓的福利啊 就被砍掉了不少 而且还引起了比较高的通货膨胀 这些都影响到这些美国人民的生活了 也就是说这些都是美国为此付出的代价 但是现在美国人他们都认为啊 当年他们用这些代价来换来 苏联在经济上被拖垮 引发苏联的解体啊 美国付出这些代价 它是值得的 而且是觉得这个里根总统 这么一个用美国的代价 来换取苏联的解体的这个做法 是非常值得的 现在看来啊 当前美国的社会心态 似乎又回到了就是1980年 里根总统那个时代 现在美国人就认为这次贸易战 就是美国他要跟中国拼代价了 我们看谁能拼得起 现在的中国经济啊 比起当时的苏联经济是脆弱很多了 因为当年苏联经济还是比较独立自主的 所以对外部依赖比较少 而中国经济它是一个外向型的 对外部的依赖是非常大的 当年啊就是美国和苏联 我们拼代价拼经济 苏联那种独立自主的经济啊 跟美国拼了十年都给搞垮了嘛 所以现在中国这种对外依赖性很大的经济 如果你跟美国拼个一年都很够呛的 所以说这一场中美贸易战 恐怕只要一年下来 它就会有结果 有人会去会说 中国经济也可以回到毛泽东 那个叫做闭关自首的时代 我们搞一个要独立自主的形态 你话虽然是可以这么说 但是你要真想让中国退回到 那个毛泽东时代 恐怕他是回不去的 你为什么中国要跟美国打这个贸易战呢 难道就是为了回到 过去那个使用粮票 股票吃不饱的时代吗 所以呢 北京前一段时间所谓的 不惜一切代价打贸易战 那个就是吓唬美国人而已 他是不能当真的 贸易战真的打起来的时候 北京反而不再宣传什么 不惜一切代价 可以说现在啊 真是到了考验 北京这个胆量的时候了 那么美国打出500亿 这个罚单的时候啊 北京说啊 我们也跟500亿 可是这一次美国又打出了2000亿的大罚单 北京还在继续跟吗 你是不是还要来一个数量型和质量型 相结合的什么强烈的反制呢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北京啊 是不敢再跟了 虽然这次北京还是嘴硬啊 还是说中国不得不做出必要的反制 那么北京这次的反制啊 估计既不是什么数量也不是什么质量 也就是向世界贸易组织啊 提出起诉美国 这个呢就算是对一个美国的反制吧 所以呢 对于那个数量型加质量型的反制啊 那个大家还是就忘掉就算了吧 北京也不会再提起了 如果这一次美国打出这个2000亿的大罚单 北京不敢再来一个报复了 那么就是说美国啊 赢了这场贸易战的第一个战役 在这个情况下 北京如果不赶快投降的话 你要跟美国啊 这么拼下去 这么维持这么一个僵局啊 只要一年最多两年 北京就维持不下去的 而且呢 你越往后拖啊 投降的代价就越大 这点其实早就有人预言了 但是北京他根本拼不进去 其实呢 北京在刚开始的时候 手上的牌还不算太坏 你硬是给打成现在这个样子 都不知道该怎么收场了 不管怎么说 现在是习近平亲自来领导中国的经济 他要对这一场贸易战叫做负权责 你想退给别人 已经是退不出去了 所以呢 今后我们就关注习近平来怎么收场吧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